大家好,我是佩晨 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 大人常常跟我们说 不能玩太久的手机 也不能关着灯看电视 为什么不能关着灯看电视和玩手机呢? 关灯看电视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时 只剩下荧幕上的亮光 此时电子图像和光线强弱变换闪动 会强烈刺激眼睛 而且光线对比度也会很高 眼睛容易疲劳 时间长了还会影响视力 甚至会诱发青光眼 除了光线对眼睛的刺激 电子设备还会发出具有破坏性的高能短波光 穿透性较强 会穿过角膜和金状体直达视网膜 而造成慢性损伤 哦吼,我懂得原来是这样啊 看电视或玩手机一定要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哦 这样才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小宝贝 大世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